内地首款自主研制的载人飞艇云场 长云在湖北省完成首次低空旅游演示飞行 以为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载人飞艇长云 星期四上午9点19分 由湖北京门张河机场起飞 而时速60公里 在京门市上空500米的高度巡航 沿途经过多个旅游景点 全程历时近两个小时 项目负责人说 长云圆满完成任务 所得的数据 也会用来研究应用到 运输物流 应急救援 城市安保等项目 今天我们进行空中旅游线路的 验证演示飞行 视为后续国内内似的应用场景 以及其他各种应用场景的飞行 电力基础 收取相关的资料 以及其他的各种应用场景 和应用的任务需求 电力基础基础 长云飞行高度最高可以达到3000米 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 最大航时10个小时 连同驾驶员在内 可以同时载10个人 负责人又说 长云在国内没有同类的竞争产品 在国际上和同类飞艇相比 长云单坐价格比较低 具有一定优势 长云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属下的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自主研制 已经陆续和多名客户 签订合共20架价意向采购合同 预计第一架今年年代交付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受风暴隔美影响 湾南省知兴市至少30人死亡 35人失踪 重载区周门斯镇清理工作仍然进行 有专家分析 金铃暴雨引发严重死伤 原因和地质和气候有关 湖南省虽然未受风暴隔美吹袭 但隔美残于环流带来的暴雨 自上个月26日起前遥当地 其中知兴市全市13个乡镇 都出现暴雨或者特大暴雨 最大降雨量达到673.9红米 仓下历史新高 亦都是湖南省第一次录得单日 24小时600毫米以上的极端暴雨 地方政府星期五通报灾情 向不幸遇难者 莫爱 对于造成多人伤亡 专家认为与当地的地质和气候有关 暴雨引发的山虹 冲击周门施震 露面堆满杂物 泥塞 当局出动多部大型机械清理 多栋建筑物受损 有铁杂几乎成幅被冲断 洪水也都在大楼里面留下痕迹 厦史报道估计当时水最深有近3米 暴雨也都导致阵上多条道路受损 有起在河流旁边的道路 所有河南都被冲走 路基也都严重受损 除了要尽快长收道路之外 当局也都正是加快铺设通讯线路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山东省辽城市发现碳椎病例 五个养殖场员工感染皮肤碳椎 正接受隔离治疗 央视报道 发现碳椎病例的 肉牛养殖场位于羊谷园 五个确诊者都曾经直接接触染病的动物 症状较轻 其他密切接触者 已经严格落实健康监测 暂时未发现感染个案 养殖场内所有促养动物 已经被迫杀和无害化处理 相关产品未进入市场流通环节 当地已经对养殖场的附近环境 进行全面消毒和监测 同时为曾经和染病动物接触的人 进行全面排查 采养检测和症状监测 本港新极一宗类鼻椎确诊个案 今年累计六得五宗 卫生防护中心说 涉及一个58岁有长期病患的男人 居住在深水堡 上星期一起发烧和咳嗽 上星期三去到明爱医院求医 同日入院 现时情况稳定 中心症调查感染源头 以及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又提醒市民 类鼻椎可以经受污染的土壤和水 在台风和暴雨期间液入之后传播 市民应该避免前往可能出现水浸的地区 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 将15家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取代现时提供的13家疫苗 在香港儿童免疫接种计划下 目前正接种13家疫苗的小朋友 可以在接种下一剂疫苗的时候 直接转用15家疫苗 而疫苗的接种时间表维持不变 主长者 至于政府防疫注射计划下的长者 从未接种有高风险情况 可以直接接种15家疫苗 一年之后再接种23家疫苗 若果已经接种13家 就继续接种23家疫苗 牙医短缺 港大牙医学院处理院长金力坚说 未来有需要增加学试学额 又透露有意开办第二学位的牙医课程 但要先解决教学人手以及空间不足 本港现时只得港大牙医学院提供学试学位课程 名额只得90个 面对牙医不足 刚刚上任的处理院长金力坚接受本台访问说 有需要增加学额 但要先增加教学的地方 金力坚也透露学院正在探讨开设第二学位的牙医课程 招收本身有学士学位的学生 培训多些人才 他说考虑以自资课程的形式推出 另一个外界的关注是牙医的质素 牙管会早前说 学院的毕业生过去几年临床经验不足 政府因而修例 要求本地牙科毕业生到工研机构 实习一年才可以执业 一度引起争议 他说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够通过实习 正在探讨实习初期 由导师照顾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 无线电视记者刘卫宜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这节先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情 先看看美股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9,490点跌857点 标准普及500指数报 5,314点跌131点 转叠欧洲股市表现 英国富士百指数跌108点 法国Kat指数跌118点 德国的指数跌421点 其他消息 愚蚀身亡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围体在卡塔尔落状 多下的卡塔尔国家清真寺 星期五为哈尼亚举行喪礼 出席者包括阿拉伯国家领袖 巴勒斯坦派系代表等等 大批民族也前来悼念 半岛电视台报道 现场加强保安措施 参与者入场前要被搜身 禁止攀带手机 围体之后在多哈尔北的墓地落状 哈尼亚星期三在伊朗 德克兰预食身亡 伊朗星期四已经为他举行丧礼 伊朗和哈马斯都说是以色列所为 仰言会报复 以色列母承认杀死哈尼亚 说正准备好应对任何情况 菲律宾计划立法将医用大麻合法化 以外已经获得国会众议院通过 又待参议院通过 以及总统小马可思批准 才能够正式立法 当地医学会表明反对 认为或者向年轻人发出危险讯号 大麻近年在菲律宾成为争议话题 国会一度尝试立法 将医用大麻合法化 但未能成功 相隔五年 菲律宾众议院星期二 以177票支持 狗票反对 狗票弃权 三毒通过获取医用大麻法案 准许病人在合资格医生处方 和监督之下 用大麻来医病 法案列明的疾病包括 癌症 青光眼 癫痫 多发性硬化症 脊髓神经系统损伤 外肢病 创伤后压力症 雷封湿关节炎等等 卫生部核下将会设立 医用大麻办公室 负责制定规管措施 以及监督发放许可和执法活动 议案仍要参议院通过 并获得总统小马可思批准 才能正式立法 小马可思过往提到 只要有严格的规管 就支持医用大麻合法化 不过部分参议员 包括小马可思的姐姐 医媒就反对 有当地医生质疑 议案没有听取医学界的意见 菲律宾医学会也警告 将大麻用于未经证实的医疗用途有害 并且可能向年轻人发出危险讯号 亚洲现时只有少数国家 批准医用大麻合法化 包括南韩和泰国 其中泰国在两年前 更加开放大麻的消遣用途 但导致滥用情况加剧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澳洲墨尔本的退伍军人症病例 持续上升 增加至最少60人确诊 首次出现一宗死亡个案 都说源头可能是冷却塔 卫生部门说 所有病例都曾经前往 或者居住在墨尔本大都市 患者大多是40岁以上的人士 大部分要住院治疗 其中不少患者因为严重肺炎 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意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虎感染后死亡 当国说 维多利亚洲每年这个时候 通常只有三至六宗病例 今年个案激增令人担忧 因为源头可能是一座冷却塔 目前已经消毒公共场所 工厂等一共18座冷却塔 退伍军人症患者症状 包括发烧、发冷、咳嗽、头痛和肌肉酸痛 不会人全人通常透过吸入 含受污染水滴的武器传播 其他消息 泰国传媒报道 一个52岁香港男人 星期三在布吉巴东海滩逾厘身亡 叶景全说已经接获当事人家属求助 已经按对方意愿提供协助 报道说 那个男人被救生员救起时昏迷 送院抢救后不治 报道又引述他15岁的儿子说 方便早上他们在悬挂黄红旗的安全区游泳 但之后飘到标有红色旗次禁止游泳的区域 他发现爸爸在大约50米外挣扎 但无法上前救援 公展会救密节一年四日在亚博馆举行 住办方预计可以吸引6万人次入场 生意额达到6千万 公展会救密节开罗 设有6个展区 有超过250个摊位 售卖食品和家品等 有近百款商品 以一折或一元发售给客 入场人士戴匕首推车 满载战利品 买了毛发果 买了很多零食 很开心 买了一千多元 还没买完 继续加油 有内地游客来说一日游 顺便来消费 我开始以为香港的公展会 会是露天 原来是这么好的环境 喜欢就买 反正又不是太贵 主办方预计 今届和上届一样 入场人士可达6万 生意额6千万 不担心市民不想影响生意 北上消费可能是去吃东西 可能都占一个很大比例 但我想如果购物方面的话 未必会完全都在上面买太多东西 我想都要看产品 有商户就说第一日人流气氛不错 生意暂时就挺好 刚刚开始50%都有买 也挺好 以往他们买东西 可能是目标是拿两三千元出来买东西 可能一档里面如果真的很需要 可能一百几十 战会期间每日头180个入场的市民 可以获取福袋一个 而所有的入场人士都可以参加抽奖 迎取米和鲍鱼等的奖品 为了庆祝香港运动员在奥运拿到佳职 第一日免费入场 往后三天成人入场满圈10元 小童、长者和残疾人士免费 主办方也都有安排免费接驳巴士 由市区来到亚博馆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禁止非法位置野生动物的范围 星期四起扩大至涵盖野甲 遗互处说会研究用人工智能 闭露电视协助部分执法 遗互处高级动物狐狸主任石仲棠说 这类闭露电视能够辨识 人和猫猫同时出现的时段 以锁定最大机会有人 非法位置猫猫的时间再作跟进 还说今年内在狮子山郊野公寓 安装这类闭露电视 并且扩展到更多地方 美国商务部宣布 继续将越南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越南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 越南将继续被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以为美国计算从越南进口的 反傾销税的方法部将会保持不变 目前除了越南外 还有12个国家被美国列为非市场经济体 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北韩 越南公贸部表示 虽然当地经济近期改善 但美国仍然不认定 越南是市场经济体 对此感到遗憾 公贸部将会继续研究和分析 美国有关决定的论点 之后会向美国提交资料 要求美国覆核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 有分析认为美国的决定荒谬 说越南市场的开放程度达到 非市场经济体名单以外国家的水平 决定也不符合两国关系 在美国总统拜登去年访问越南的时候 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陆州塔斯马尼亚有乳癌康复人士 轮后乳房重建手术超过三年 游泉家说轮后时间过长 会对病人的心理状况造成影响 经过长达三年半的等待 朗姿终于在40岁生日收到一份大礼物 就是乳房重建手术 朗姿在2019年因为患乳癌 进行双则乳房切除手术 之后因为要做放射治疗 未能即时进行乳房重建 一年之后 当朗姿可以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就发现非紧急手术 轮后人数达12000人 塔斯曼尼亚州卫生厅说 当地非紧急手术轮后时间 最长超过五年 其中等候进行乳房重建 或者乳房缩小手术的人 就有71个 有专家说 轮后时间过长 会对病人和他们家人的心理 造成重大影响 当局说 已经新拼新的外科医生 期望可以缩短手术轮后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 吕晓雪报导 秋千相信有不少人都玩过 但如果距离地面有120米 感觉又会怎样呢 一起看一下 坐上千秋 望下去就是德国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有人更加摆出不同的动作打卡 走远一点看看 就会感受到千秋离地有多高 它坐落在柏林一间酒店的顶部 距离地面120米 有旅游网站说 这个是全欧洲最高的千秋 可以看到市政厅 柏林电视塔 和柏林大教堂等等的景点 坐一切千秋 折合大概210港元 设施的负责人说 它有双重安全设计 玩的人不用担心安全 只需要放松 尽情欣赏风景就可以了 无线电视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